天高海阔 张修杰 他将会参选2024美国总统 那么这又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最近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出席了共和党的一个复选活动 川普在这个复选活动的集会上 川普说 他说现在国会山庄的这个暴乱调查事件 就是这个委员会对他的这个追杀 那么现在民主党人为什么要政治追杀川普呢 川普说 如果我宣布不再竞选任何公职的话 那些华盛顿对我政治追杀就会结束 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他讲了三次绝对不会这么做 川普这个说法似乎跟民主党的判断有非常大的落差 民主党或者一些左派媒体说 川普为什么一直要暗示自己会参加2024美国总统大选呢 因为只有参加大选 川普才会避免被刑事追究 但是川普认为 正是因为他一直不表态放弃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民主党才会追杀他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会山庄 关于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的这个事件调查已经快结束了 而现在调查委员会告诉公众说 他们这个调查十分的有效 那么基本上呢 他在前一段的电视转播的听证会当中 他们查到了五大川普的罪证 这些罪证都十分确凿 那么川普到底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呢 如果有的话 川普到底还会不会参加2024的大选呢 按照民主党的想法 如果川普追证确凿的话 那就不是川普想不想选举的问题了 就是他们会不会把川普做一个刑事起诉的问题 我们在判断川普2024会不会选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调查委员会 在最近的一系列的电视转播的听证当中 到底他们找到了川普什么样的确凿的证据 这个确凿的证据是这样的 第一点呢 说川普无视他的身边的人的劝告 要他让这些支持者离开美国国会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发生冲击国会山庄那一天 川普身边的幕僚 包括美国国会共和党的议员 还有川普的女儿伊万卡 都不断的请求川普 要呼吁他那些支持者 要停止暴力 但是呢 很多名证人都指出 川普不仅无视这些请求 并且还暗示他无意采取任何行动 这里边有一个混淆的概念 如果说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 很多川普的幕僚成员 还有国会成员 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儿 都劝川普 但是川普无视他们的这个请求 不但不出手制止这些支持者 冲进国会 并且呢 还暗示说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证实是这些国会成员 幕僚成员 还有川普的女儿伊万卡说的吗 我们知道伊万卡在国会山庄 作证的时候 肯定没有讲过 他劝川普 并且呢 他看到了川普 不但不愿意 还暗示他不会有任何动作 所以这个纽约时报报道的时候 就把两种人给混淆了 一种人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 他们当天确实有这个 劝川普要呼吁支持者离开 但是川普有没有拒绝呢 最起码我在伊万卡的证识当中 没有看到 那么川普会不会 劝他的支持者离开国会呢 当然不会 因为在川普看来 他确实想 副总统彭斯在当天 国会的认证上 推翻选举人的结果 而这些支持者 就是支持川普这个诉求 所以到国会外面去示威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们看川普当天 对他支持者讲话 没有一句是要求这些人 冲进国会的 冲进国会的是 川普支持者当中 一些比较极端的人 那么关键是 这些人跟川普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川普从来没有否认自己 当天想推翻选举人的结果 并且川普认为 这些支持者冲进国会 是一种表达自己言论的一种方式 表达自己观点 这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这些人冲进国会 是非法的暴力的话 那么民主党人怎么解释 在黑命贵运动的时候 美国发生了这么多暴力事件 那些暴力就是正义的 就是正义的诉求 而这些人冲进国会 就是暴力犯罪呢 所以说现在美国国会 1月6号调查委员会 这个所谓的听证 找出川普第一个证据 就是川普没有劝 这些支持者离开 我们知道川普不但不想 劝这些支持者离开 川普认为他们这种行动 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诉求 并且川普也公开表示 公开要求彭斯副总统 在国会认证过程当中 推翻选举人票结果 那么在这点上 国会要如何证明 川普的支持者 冲进国会就是犯罪 黑命贵的支持者 在美国的社会打砸抢烧 就是一种正义的诉求呢 那么除了这点 所谓川普确凿证据之外 那么还有第二条 就是川普并未致电 这个执法单位求救 这个罪证啊 就更加奇怪了 我们知道在国会山庄 发生这个1月6号冲击事件之前啊 其实美国执法部门的 很多情报机构 都已经收到情报 说1月6号 当国会认证选举人票的时候 很可能有一些 这个行为比较激烈的示威者 会冲进国会 而美国国防部 曾经在这个发生冲击事件 之前的三天 两次要求把国民警卫队 部署到这个美国国会山庄 但是国防部这个要求啊 都被国会山庄的警察局 给拒绝了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美国国防部提议 要把国民警卫军 部署到国会山庄 是经过川普同意的 因为川普是美国三军总司令 但是国会山庄警察局 在事件发生之前 断然拒绝了国防部 部署国民警卫军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川普 在当天一定要打电话 向这个执法部门求救呢 国会警察局已经拒绝了 部署国民警卫军 等事件发生的时候 国民警卫军的部署 还来得及吗 如果连国会山庄警察局 都没有办法制止 这些示威者冲进去的话 那么除了部署国民警卫军 国会山庄还有什么力量 周边的这个执法部门 还有什么力量 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边 部署到国会山庄呢 所以这就是川普 所谓罪证的第二条 那么还有第三条呢 就是说这个副总统彭斯啊 当天在这个经历 示威者冲进国会的时候 经历了生死节 这个所谓的罪证的证词 就十分的煽情了 根据这个国会山庄 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说 当时保护彭斯副总统的 这些保安人员 都感觉到生命受到了 这个巨大的威胁 很多人已经发信息 打电话给家人 做最后的诀别 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 美国的副总统 因为要进行这个 选举人票的认证 居然被这些暴徒 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并且连他的这个保安人员 都感受到自己 这是可能活不过今天了 所以必须要用手机 要给自己家人 最后做一个诀别 彭斯真是有这么危险吗 这点啊 我没有办法做出判断 因为作为美国副总统 他在什么情况下 是一般的危险 在什么情况下 是十分危险 当时这些国会 冲进国会的示威者 到底有多么的暴力 现在我们看到 在冲进国会的示威者当中 用暴力去袭击 国会山庄警察 或者袭击国会的工作人员 是十分少数的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 在这个事件当中 国会山庄有一名警察 突然在这个现场去世了 后来法医也证明 他只不过是因为心脏病发去世 跟这些所谓冲进国会的暴徒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么彭斯在现场 据说最近的时候 离这些示威者 只有不到40尺 那么这40尺是一个 直线的距离 还是当中隔着很多房间 隔着很多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彭斯到底有多危险呢 在作证的白宫官员当中 说他当时特勤局别无选择 险些使用致命武器 或者演变成更加糟的情况 那么这无非就想说明一件事 就是因为川普没有呼吁 这些冲进国会的示威者离开 所以彭斯总统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如果不是后来上帝保佑的话 那么这些保安人员很可能就要使用枪械 对这个示威者进行射击 当时国会山庄的特工 没有向示威者射击吗 那么那位叫阿什利巴比特的美国退伍军人 在国会山庄是被谁击毙的 所以说如果彭斯也好 当时在国会山庄里面的意愿也好 生命真是有危险的话 在现场执法的特工一定会向示威者开枪 那位叫巴比特的美国退伍女军人 不是在这个国会山庄特工开枪之后 示威者就再也没有翻越那个围墙了吗 那么彭斯当时到底有多危险呢 而彭斯的危险是川普犯罪的证据之一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看看这个调查委员会 还有什么新的追证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国会山庄冲击事件 调查委员会说发现了川普的重大罪证 那么总共有五条 第一条说川普当天没有呼吁支持者离开 那么第二条说川普没有向执法单位致电求救 第三条说当时彭斯十分危险 连他的保安人员都已经跟家属进行诀别 最后告别了 但是问题是调查委员会资料里面 没有说彭斯的哪一位负责保安的特工 感觉到危险到要跟自己的家人做最后的诀别 而这些所谓诀别的电话或者记录 在听证当中也没有公开 只是说有这么回事 那么川普还有另外两条罪证 那么第一条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就是那位叫哈欣森的白宫的幕僚长的一个助理 他说川普当天在自己的这个总统坐驾当中 不但抢方向盘 要去国会山庄 并且呢殴打了特工 哈欣森作为白宫的一个比较低级别的助理 他是没有资格坐进总统的这个坐车里面去的 那么哈欣森是如何看到呢 之前我们讲过了 这个调查委员会又找到了一位华盛顿警察局的警察 来证明说他也看到这些事情 问题是这位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警察 同样也没有资格坐进总统的车里面 那么他又是如何看到的呢 并且这个警察姓什么叫什么 他的证词 他的这个姓名能不能公开一下 这个调查委员会同样也没有做 第五个这个罪证啊 那就更加严重了 这个调查委员会说 他们现在找到了罪证 说这个川普在国会暴乱结束的第二天 还是不愿意承认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罪证啊 就是太劲爆了 他们居然现在才发现 川普在第二天还没有承认大选的结果 我简单的说 川普到今天还没有承认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并且谁跟他说不要再计较 川普就跟谁急 川普就跟谁翻脸 川普之前的顾问康威 就是因为说不要再计较这个事情了 所以川普说滚回你的疯老公身边去 川普到今天都还没有承认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他隔天没有承认 会变成国会山庄事件调查委员会居然发现重大罪证呢 其实这个调查到现在举行了这么多场听证 美国的民众要么就不看听证 要么看了这个电视转播之后 大家更加觉得迷惑 讲了半天 你们如何证明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是由川普策划的川普指挥的呢 因为举行这个听证会的目的和这个用意就是在于这里 证明冲击国会山庄事件是川普策划的 并且川普当天指挥了这次暴力事件 这样才能把川普定罪啊 如果说彭斯的这个安保人员感觉到危险 向自己家人诀别 这能够算川普犯罪吗 川普到今天还没有承认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是合法的 这也是川普的罪证吗 如果是的话 那还需要劳斯动众的搞什么听证会吗 川普天天在讲话当中都否认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是合法的 如果这是罪证 现在就可以逮捕川普了 最近拜登政府的司法部部长加兰公开说 说司法部现在对于这个冲击国会山庄事件会继续追究下去 那么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加兰作为法律界的专才 曾经被民主党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美国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个道理还需要你讲吗 加兰说调查这个国会山庄冲击事件 他们已经逮捕了855人 我觉得这个数字非常好 因为它够庞大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既然你们已经逮捕了855人 这855人除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是川普的支持者之外 他跟川普之间的阴谋 到底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跟川普的阴谋有联系 他参与了川普的阴谋 参与了川普的策划跟指挥 我想司法部逮捕川普 就是马上可以发生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加兰部长到现在还没有逮捕川普呢 我想只说明一条就是现在在这个这么多调查当中 没有一条能够证明川普跟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在指挥策划方面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因为国会山庄是对这个川普的所谓的罪证调查 陷入了这种状况 所以令到有些人因为这个调查 现在马上就陷入一个政治困境 那么其中 励志切尼就是当中的一个最有名的代表人物 励志切尼是共和党人 不过他现在已经被他所在的州 怀文明州的共和党委员会给开除了 励志切尼在这个上个礼拜 还告诉媒体说 他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个重要的证据还没有公布 励志切尼这种说法 无非想告诉美国的公众对于川普在这个冲击国会山庄事件的调查 是有确凿证据的 只不过我们要选择一个时机来告诉公众而已 很明显 美国相信切尼这番话的傻瓜并不多 因为在这个川普自从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以来 通俄门的调查 乌克兰电话门的调查 到川普的私生活的调查 到川普的生意的调查 再到现在所谓的冲击国会山庄事件的调查 民主党对川普这种调查 可以说几乎在这五六年以来 每一天都发生 但是没有一次能够证明川普有罪的 反而呢 切尼自己在选举方面呢 却陷入了困境 在八月份即将举行的初选当中 切尼要面对华为明州的选民对他的裁决 切尼能不能在共和党内的初选当中 能够让他再次成为 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的代表参选国会众议员呢 在这点上啊 切尼身边的很多盟友 包括切尼的这个竞选团队 对此啊 几乎都已经绝望了 因为在这个民调当中啊 切尼落后党内的对手 三十个百分点 那么落后这么多 能够在党内的选举当中获胜 最起码 这在我们过去美国政治选举的历史当中啊 很少看到 所以切尼现在身边的这个竞选团队的成员 都告诉媒体说 他们对这个失败已经有所预期了 但是呢 切尼如果在今年中期选举党内初选当中 失败的话啊 切尼的政治生命在哪里呢 他在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告诉媒体说 他说切尼正在考虑 要不要2024出来竞选美国总统 并且是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 我想这个说法应该是 2022年我听到过最好笑的政治笑话了 跟切尼相反的呢 是有一位民主党的现任众议员莱恩 莱恩现在是民主党国会的现任众议员 但是呢 莱恩在2022的选举啊 目标并不是众议院而是参议院 莱恩代表民主党在俄亥俄州参选这个参议员 如果莱恩能够在这个州赢得这个参议员的席位的话 这对民主党保住参议院的多数议席啊 无疑是个重大的帮助 那么莱恩有什么办法让自己能够获得代表俄亥俄州的国会参议院的议席呢 莱恩的办法是支持川普的政策 莱恩在这个竞选广告当中啊 一直说川普的很多政策是对的 他现在要支持川普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作为民主党人要靠支持川普的政策 来保证自己在选举当中能够获胜呢 因为莱恩也知道川普的很多主张 在俄亥俄州是受到选民支持的 所以作为民主党人 如果要想在这个州获得参议院选举的胜利的话 莱恩只好现在在公开的演讲当中 包括在电视台的广告当中 表明他是一个川普政策的支持者 我想莱恩跟切尼这两位分别属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应该是今年中期选举当中最好笑的政治笑话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大家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